好了,啤梨頻道的銷售力量存在是甚麼呢 有些人說,啤梨哥,你真的不要做這行業,你不如做銷售 說真的,我由天生出來,我就是一個銷售 除了我們銷售產品之外,就是銷售自己的性格 其實我們做節目何嘗,不是銷售自己的性格 我們做地產,我們做生意 其實做每一件事,就是銷售你的人 你要銷售完那個人,你可以有每一個人不同的性格 還有頻道,我很喜歡聽你的節目 你的媽媽兄弟、媽媽姐妹,基因都差不多一樣 很討厭這個啤梨,不是因為粗口鬧笑 就是討厭,沒得說的,頻道的一個不同 所以我們一家公司就一定要有多些不同的銷售 於是才能夠接觸不同頻道的客人 但是我們現在暫時來說,已經很滿意 真的很滿意我們的銷售量,當然仍然是要力爭上游 希望能夠在銷售上終於得到利潤 而不是說要靠銷售去平衡我們的開支 好像我們租隔離一樣,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開支 雖然麥威爾一筆東西都不用 但是當我一看,我們很浮動 我們台費的申請,即每個月98元的台費就很穩定 很穩定地虛擬,Youtube就很需要看 譬如我們有沒有出團,有沒有突然爆炸性的事 會不會幫助多點和幫助少點 而這些銷售,其實只不過是平衡我和林康正的工資 如果銷售再多點,就不是平衡的工資 就可以幫助我們台務發展 這就是我們每一項想的事情 反而今天我這一剎那,究竟我鋪這麼久說了這麼多 叫大吹大雷,我想說什麼呢 除了我們的銷售力量之外 當然跟我做生意真的非常好 我真的不喜歡,我從頭到尾跟別人做生意 我喜歡給COD 有些朋友,譬如給我一萬三千八 他就說,有空我去拿貨,譬如剛剛這次拿貨,拿十箱回來 慢慢呢,慢慢呢 我這裡做完事,那裡臨收工,開張票 立刻去買銀行WhatsApp給他看 當然,在這樣的情況下,每一個人都樂意跟我交易 為什麼我這樣做?第一,我不用錢轉 第二,現在銀行的錢都沒有多少息 第三,我就可以買到你的信任 而且買到他們一定會提供好貨給我 假如那些貨,我只有十支,十支都是給啤梨哥 給九支,一支才給其他 因為別人又不好數,即是做 這是正常的 當然,我有時看到一些人,譬如說 轉來轉去做生意,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拿一個數期去周轉 這些生意模式,其實呢 某一程度是一個bubble 但是,有很多時候那些人會這樣 尤其是貨價不斷向下沉 現在的貨價越賣越便宜 你叫做生意的人,去摘著那批貨 即是摘著那些錢,沒有了高息 然後沒有了利息,其實利息就等於沒有了 如果以前那些人就肯定的 為什麼呢?那些貨是連連加價 但是現在銀行有沒有利息 超越賣越便宜 是沒有人願意摘多貨,寧願賣多少 最好你拿一些數期我,我來轉轉轉 但是其實因為生意額的不濟 通常我告訴你,都是死的 只不過是大家一天未死,大家鬥轉轉轉 你虧就是虧 其實呢,做生意講到最後都要講利潤 雖然某程度有些人會覺得 turnover比利潤更重要 我不是說別人的網台話,任何生意 要不斷轉轉轉,一定會出現那種左支右撰 以及心不安 乎一不安的話 make up 就是做因為網台話、做任何的事 所以任何做生意的朋友 首先,要辦得EM 我們為什麼要輕鬆一點 因為我們沒有鋪租成本 鋪租成本 如果我一個月給予12萬租 這已經是兩個故事 你怎麼這麼害怕 就會震懶貓王 但你建立了credit 很多朋友現在說 你拿去買吧 買完才計算 我沒有時間和你們買完計算 很麻煩 因為我要人力成本和你們去搞買完計算 很麻煩